在大城市里,有一位叫做张爷爷的老人,他在退休后选择了长期静养,每天几乎不进行任何身体运动,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 他认为这样能够放松身心,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。 然而,张爷爷的长期静养生活方式却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。 渐渐地,他开始感到胸闷、气短、头晕等症状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症状变得越来越明显,甚至出现了心梗的危险。 经过一番检查和诊断,医生告诉张爷爷,他的长期静养生活方式导致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由于长时间缺乏身体运动,他的身体机能下降,血管变得狭窄,血流不畅,最终导致心脏宫血不足,引发了心血管疾病。 一、长期静养的优点与缺点。 优点,减轻身体负担。 长期静养可以减少身体的负担,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,保护身体免受慢性疾病的侵害。 提高免疫力。 长期静养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,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。 缓解焦虑和压力。 长期静养可以缓解身体和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,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。 缺点,肌肉萎缩。 长期静养会导致肌肉的萎缩和变弱,影响身体的运动能力和耐力。 骨质疏松。 长期静养也会导致骨骼的流失和变薄,增加骨折的风险。 心血管疾病。 长期静养还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,例如高血压、关心病等。 二、天天锻炼的优点与缺点。 优点。 一、增强身体健康。 天天锻炼可以增强身体的肌肉、骨骼和心血管系统,提高身体的耐受性和适应性。 二、控制体重。 天天锻炼可以帮助控制体重,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和热量。 三、提高免疫力。 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,预防疾病的发生。 缺点。 一、身体疲劳。 过度的运动会导致身体的疲劳和损伤,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二、运动损伤。 不正确的运动姿势和过度运动可能会导致肌肉拉伤、扭伤等损伤。 三、运动成瘾。 长期的过度运动可能会导致运动成瘾,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。 三、长期静养和天天锻炼的影响。 长期静养的影响。 长期静养可以减轻身体负担,提高免疫力、缓解压力和焦虑。 长期静养容易导致肌肉萎缩、骨质疏松、心血管疾病等问题。 需要注意适量和科学的休息和运动。 天天锻炼的影响。 天天锻炼可以增强身体的肌肉、骨骼和心血管系统,控制体重、提高免疫力。 天天锻炼也容易导致身体疲劳、运动损伤、运动成瘾等问题。 需要注意适度和科学的运动计划和方法。 其他影响。 长期静养可以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,例如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 天天锻炼可以提高身体的耐受性和适应性,减少疾病的发生。 例如心血管疾病、骨质疏松等。 这是不是让你感到困惑? 到底是运动好,还是静养好? 运动和静养,谁才是真正的长寿之道? 中医是怎么看待运动和静养的呢? 中医有没有一些关于运动和静养的原则和方法呢? 四,中医认为运动和静养都是重要的。 中医认为,人体是一个整体,是一个有阴阳、五行、 气血、脏腑、经络等组成的复杂系统。 人体的健康和长寿,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平衡和协调。 而运动和静养,就是两种调节人体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手段。 运动就是指人体的各种活动,包括肢体的运动、呼吸的运动、思维的运动等。 运动可以促进人体的气血运行,增强人体的阳气,提高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,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。 运动还可以消除人体的疲劳,调节人体的情绪,增加人体的活力和快乐。 静养就是指人体的休息和恢复,包括睡眠的静养、饮食的静养、情质的静养等。 静养可以滋养人体的阴液,平衡人体的阴阳,保护人体的脏腑,延缓人体的衰老。 静养还可以减少人体的损耗,调节人体的代谢,增加人体的精力和智慧。 中医认为,运动和静养是相辅相成的,不能偏废。 如果只有运动,没有静养,就会导致人体的阳气过程。 阴液不足,出现燥热、烦躁、口渴、失眠等症状,甚至会引发高血压、心脏病等严重疾病。 如果只有静养,没有运动,就会导致人体的阴液过程。 阳气不足,出现寒冷、虚弱、浮肿、困倦等症状,甚至会引发肥胖、糖尿病等严重疾病。 因此,中医认为,运动和静养都是重要的。 要根据人体的实际情况,适时适度地静航运动和静养,才能达到健康和长寿的目的。 五、中医有哪些关于运动和静养的原则和方法? 一、关于运动的原则和方法,运动要因人而异,根据自己的体质、年龄、性别、季节、环境等因素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、强度、时间和频率。 一般来说,体质虚弱的人应该选择轻柔、缓慢、舒展的运动,如太极拳、气功、散步等。 体质健壮的人可以选择剧烈、快速、收缩的运动,如跑步、跳绳、打球等。 年龄大的人应该选择安全、简单、有趣的运动,如打牌、下棋、唱歌等。 年龄小的人可以选择刺激、复杂、有挑战的运动,如攀岩、滑雪、游泳等。 男性应该选择阳刚、刚健、有力的运动,如拳击、摔跤、举重等。 运动要有节制,不要过量或过度,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,适时适度地进行运动,避免运动损伤或运动后遗症。 运动前要做好准备活动,运动后要做好恢复活动,运动中要注意保持呼吸的平稳和节奏,运动后要注意补充水分和营养,运动时要注意防止受伤和感染,运动后要注意休息和睡眠。 二、关于静养的原则和方法,静养要因时而异,根据自然界的变化,选择适合自己的静养方式、时间和频率。 一般来说,春夏季节,阳气旺盛,万物生长,人体也应该顺应自然,多运动少静养,已养阳气,秋冬季节,阴气旺盛,万物收藏,人体也应该顺应自然。 自然,多静养少运动,已养阴夜。 昼夜之间,也要按照阴阳的变化,安排好自己的静养时间。 静养要有度,不要过多或过少,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,适时适度地进行静养,避免静养的损害或不足。 一般来说,静养的时间不应超过每天八小时,静养的方式不应超过自己的舒适范围,静养的频率不应超过每周两次,静养的目的不应超过自己的需求范围。 静养前要做好调整活动,静养后要做好恢复活动,静养中要注意保持呼吸的平稳和节奏,静养后要注意补充水分和营养,静养时要注意防止受粮和感染,静养后要注意休息和睡眠。 综上所述,运动和静养都是保持健康和长寿的重要手段,但是不能盲目地运动或静养,而要根据自己的体质、年龄、性别、季节、环境等因素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和静养方式、强度、时间和频率,以达到平衡和协调的效果。 中医有很多关于运动和静养的原则和方法,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。 我们应该学习和运用中医的智慧,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运动和静养,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,让自己的生命更加长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